上世紀80年代 中山與東莞、南海、順德 並稱為廣東四小虎 如今另外三隻虎仍然高高猛進 而中山卻在下坡路煞不住車 今期視頻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中山這座城市 中山地處大灣區九市之一 東城、深圳、東莞、西鐵、佛山、江門 北上廣州省匯、南連珠海、澳門 實打實是灣區交通的大動物 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東岸日新月異的彭城、深圳 可謂名氣響徹全球 西海岸的中山近年也隨著國家政策推動下 依然成為赤手可熱的業務城市 中山古稱鄉山縣是孫中山先生的故居 全市行政管轄面積1800.14平方公里 根據第七次人口數據普查 截止於2020年11月1日零時 中山市常住人口441萬 古代香山縣是沽源於珠江口岸 寧丁陽上的一個島嶼 境域為現今的五桂山和鳳凰山 周邊山地、幽靈地 也即是石旗市澳門的一大陸地方向 前身為1152年設立的廣州府香山縣 1925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改名的中山縣 1988年1月升格為地級市 中山是港府粵菜的發尚地之一 是港府文化代表性的城市之一 發尚於中山的鄉山文化 是中國近代文化的重要源頭 中山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享有廣東省月曲之鄉、華僑之鄉的美語 由旅居世界五大洲87個國家和地區的海外華僑 港澳同胞80多萬人 作為國內早期改革開放的重地 中山的高崗時刻 需要追溯到上世紀的80年代 改革開放後 中山開啟第一輪工業化進程 一批國企陸續改革轉制 加上外資和港澳台資本的湧入 當年民營經濟在國內率先活躍 1998年至2000年 中山先後提出公立立市和工業先行方針 憑著不設市和區的特色 中山形成一鎮一品的產業模式 即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一個鎮圍一個特色的產業發展 發展出古鎮燈飾、小納五金、東鳳家電、大蔥紅紅 以及20多條產業料18個專業鎮 比時中山產品一度成為國內佔一半份額 威力小霸惡、神星等已經成為國內的明星品牌 加上其大舉向海外市場進軍 一度成為中山的自軌 百花齊放的專業經濟 讓中山成為國內經濟領頭群 早在1989年 中山就成為全國首批 36個跨入小康水平的城市之一 進入千起年之後 也即是二千年之後 中山依然保持在兩位數的GDP增長 2004年增速排名全省第三達到18.7% 創下1995年以來新高 可惜18.7%成為了中山經濟的絕向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 處於市場最前延的四小虎率先被波及 隱藏在經濟高度增速的光環下 問題亦逐漸暴露了出來 金融海嘯爆發的童年 廣東省提出騰龍換料的概念 產業轉移、勞動力轉移、雙轉移的戰略 東莞、中山等城市向省外和越東西北 轉移了大量的低邊產業 隨後東莞承接了深圳的製造業 通過引進華科大、清華大學等 高峽展開松山湖的研發和枯化 成功轉型了 相比之下中山又會這麼幸運 沒有臨深地理位置優勢 距離廣州中山城區又遠 加上交通基建的滯後 未能受到港深輻射的大動 陷入孤立無緣的狀態 區位交通等因素一定程度限制了 中山承接產業的能力 但其實根本到底 真正的問題出於當地的轉移動力 和營商環境上 一方面傳統產業在升級轉型上有所欠缺 另一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能力又不夠 在2016年 豬三角迎來兩個機遇 當年3月 國務院提出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年底深中通道正式啟動 但對推動中山產業升級的力度並不大 為甚麼呢 以深圳為例 雖然其中有五豬、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 新興產業領域的持續發展 但對於中山的產業合作規模比較零散 以照明登據、電子零部件等行業為主 可以說中山陷入新興產業未成型氣候 傳統製造業增長又比較乏力 可以說是進退兩難的狀況 與此同時 當年在同一起跑線的東莞 已經充斥萬億級的GDP 經歷十年的產業轉型 區域內已經先進製造業 佔比超過50% 並且信得南海已經開始半導體 人工智能等高薪領域進軍 但此時此刻的中山 與當年的三名四小虎相比 已經在座非常平庸的城市 雖然年年底下 但是曾經的四小虎 潛力依然猶在 按照廣東十三五規劃 中山被定為世界級 現代裝備產業製造基地 珠江西岸區域性綜合交通梳流 過去中山具有特色的專業鎮 也逐步同化 特色沒那麼明顯 應該考慮組團方向發展 現時共有18個鎮 鎮與鎮之間 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組團 規劃組團發展 而不是各玩各的 例如東風鎮、小南鎮 兩個區域比較雙輪 且都是主打電子產業 所以是組團的備選成員 在大數據的背景下 可以借助原有的基礎 連合發展5G、人工智能等 新興產業 但並不意味著 傳統產業就不重要 像古鎮燈飾、大蔥家具等等 可以借助數字化進行轉型 例如將數字化手段 運行在營銷和物流上 今年6月 中山成為廣東省第六個實驗區 也就是全省首個聚焦推動 珠江口岸 東西兩岸融合發展的試驗區 同樣在6月 深中通道中山大橋正式合路 計劃於2024年建成通車的深中通道 路線起至港深延江高速 機場互通立交 向西跨越珠江口岸 在中山市馬安道登陸 通車後中山到深圳的時間 從現在的2個小時熟短至20分鐘 在今年的8月2號 廣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 發佈廣州市軌道交通路網規劃 從廣州為起點的高速地鐵 18號線連通中山珠海 這些或是可以改變中山單打獨鬥的處境 今年以來 中山全面對接深圳20加8產業集群 投資50億元支持製造業數字化 智能化轉型 參與港深港港珠澳科技創新走廊建設 另外中山計劃5年來投入2300億元 加快建設廣州珠澳高鐵 南柱城製 深中城製等軌道交通項目 有專家認為 加快產業技術轉型 在中山發展的主要方向 借助深中通道這次機會 可以接受深圳高科技產業輻射 承接更多我益的高生產業 所以說交通基建非常關鍵 通過深中通道 中山可為左右逢源 一頭對接珠海 一頭對接深圳 香港向東 可以承接深圳外憶創新資源 令中山可以進一步接近越西 甚至廣西海南 最後 2021年中山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去到3566.17億元 同比增長半至8.2億元 兩年平均增長半至4.8億元 53.6億元 同比增長15.9億元 7.5億元 領跑全市 所以深中通道帶來的效益 其實也非常軟著 中山經歷了這幾年的樓市大洗牌 和疫情之後 可以說是百業代興 在今年的11月樓市利好不斷推出 好多房企、民營企業 以及建築商 亦都在磨拳拆掌 尤其是債券可以延長一年的還款時間 以及融資門檻降低了很多 會給了好多時間 以及金錢上面的支持 給了好多的機會 給到我們的企業去長輸一口氣 所以未來中山建設 相信亦都會越來越好 今期視頻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分享資訊 對你灣區節有幫助的話 希望可以掃描上方的QR Code 我們有詳細的指方案 希望可以給大家 作為詳細的參考和建議 今期視頻就分享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